北京卫戍区某师提升野外财务保障能力 春节前夕 北京卫戍区某师在陌生地域组织一场野营训练 行军编队中 一辆移动银行车全程伴随保障 演练野外条件下 资金结算支付等多种财务保障模式 这是该师借助地方专业力量 探索建立军地联合保障体系带来的一个变化 新年开训 该师保障部门针对以往部队遂行远程支援 过赴异地执行任务时 财务保障流程复杂 结算支付周期长等突出问题 与开户银行联合签订应急资金保障协议 结合部队动散条件下 执行演训任务逐渐增多的实际 由银行全程伴随保障 提供转账、公务卡结算、现金存取和抚恤金发放等对供 和个人业务服务 为检验野外财务保障能力 双方还组织暂时现金取送、资金结算支付和突发情况处置 等财务保障客户连演连训 演练现场 一名私务长穿过硝烟 快速登上移动银行车办理业务 演练过程中 银行工作人员通过模拟操作 对野外条件下 伴随保障流程进行了探索和优化 进一步提升了保障能力 战士郭永春家中急需资金 演练间隙 他通过移动银行车办理汇款业务 解了燃眉之急 他感慨地说 银行保障跟着演训部队走 官兵后顾无忧 该师保障部部长佐飞介绍 此次演练 是军地协同 遂行军事任务的有意探索 也是移动银行车 在野外条件下的应用尝试 提升了部队财务保障能力